回到小半天其實呢不是來賞櫻花的 這邊呢是外公外婆撫養我的地方 雖然外公外婆已經離開了 但是回到這邊呢可以感受到 一些小時候的回憶跟記憶會突然湧現在心裡 以前的小半天是默默無名的 但沒有想到現在小半天已經成為多家民宿經營 然後呢也是一個觀光聖地 當然也有許多沒有改變的地方 譬如說它的路永遠都是小小的 有些房子呢依舊還是舊舊的 這邊呢只有兩三間雜貨店 並沒有所謂的Seven或全家 這邊的三餐呢基本上都是要自理的 就是要自己煮沒有所謂的外食 如果你想要吃宵夜的話 你可能得要開車開一大段的路 才可以到露骨鄉的比較熱鬧的地方吃東西 而我要前往的地方呢就是這邊很有名的馬祖廟 他叫做天麟宮 每次回到外公外婆家呢必定呢我一定會跑來這邊 拜拜 而這邊的美食呢其實呢就是竹筍包跟蜜番薯 那它的蜜番薯呢是有分兩種的 比較淺色的呢這個呢它是屬於比較鬆軟 那比較深色的呢它比較有Q勁 有空呢記得來品嘗看看喔